来到华猪渡这一遍 我们可以看到厨师在精心的准备饭菜 他们正在详细的说明眼前的饭菜 用鱼耳菇和厨鸡制成的汤 在皮碗里的几天豆腐 配菜是腌制食品 在食物碗里 对待这些重要的客人可不允许出错 一定要仔细研磨和加热 手足三遍 现在我们向您介绍 我们亲注心血的菜肴 适合幕府将军的全套晚餐 请享受 我们可以看到菜肴的现场只有盛名一人 他开心的说道 哇哈哈我们已经等了两个小时了 不是吗 他们看起来很好吃啊 谢谢你们的好意 外面越来越热闹了吧 市民们正在狂欢的说着 今天一切都是免费的 没错全部免费 接下来我们看到陆飞大和和乔巴 在闹时和孩子们欢快的 欢到在一起的画面 陆飞投顶饮料 手中拿的食物 甚至已经开心的流出眼泪说 炒面章鱼烧 旁边的大和也是幸福的说 烤鱿鱼糖苹果 乔巴同学自然是开心幸福的说道 棉花糖 大和接着说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音乐节 真的很棒啊 陆飞接着招呼布鲁克说 喂布鲁克 开始吧 舞台中央布鲁克已经做好准备的说 是啊 现在请把你们的注意力 转移到我们的下一首歌 月天兄弟所钟爱的 日和接着布鲁克的话说 月亮公主 市民们带着崇拜爱门的眼光 接着说 日和公主 接下来画面来到将军府的城堡底下 罗宾发现了身后突然出现的天狗 走下台阶的天狗说 是对着很感兴趣吧 你和罗宾 罗宾意外的说 天狗先生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天狗接着说 这些是我的收藏 这些女孩玩偶娃娃是不是很可爱 罗宾很不给面子的说 我不觉得 为什么你的收藏品会在这里 天狗接着说 这是我的秘密兴趣爱好事 还是我被监禁了好多年的地方 罗宾说 被囚禁 你到底是谁 你不是刀匠吗 天狗接着说 断刀之剑是我的天赋 但这只是我的爱好 因为搞种植真的是很累啊 罗宾感到非常疑惑和震惊 但接下来天狗就缓缓地拿下自己的面具 露出自己的真容说道 我叫光月寿喜烧 我是光月玉田的父亲 文字介绍也明确写道 钱和中国将军光月寿喜烧 惊讶的罗宾接着问 那么逃之助 天狗说 不 我也不打算告诉他 虽然一些家臣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是我让大蛇偷取了这个国家 我还有权对谁 告诉他们我还活着 从这个房间逃出去的时候 我几乎还活着 但玉田是已经死了 国家也变样了 我当时就考虑过切腹 罗宾说 天狗先生 在天狗意外之余 罗宾就义正言辞地说道 他应该就在这个国家 古代兵器 冥亡 阿拉巴斯坦王国的历史证文 就是这么说的 天狗沉默片刻 然后说道 确实如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